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汕头市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111周年大会 在市委会议中心大会堂召开 全市各界妇女代表欢聚一堂共庆节日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引导激励全市广大妇女感恩奋进成事而上 满怀激情投身新时代汕头改革发展的崭新实践 奋力为实现新定位 新目标 新任务 贡献金国智慧和力量 市委书记马文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 马文田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广大妇女同志致以节日问候 会议指出 过去一年 全市各级妇联组织紧紧围绕汕头发展大局 积极履职尽责 主动担当作为 奋力推动妇女事业取得新进步 广大妇女同志以主人翁姿态投身汕头改革发展实践 在各条战线 各个领域施展才华 建功立业 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女医务工作者 女党员 女干部 女志愿者 义无反顾 逆行而上 舍小家 顾大家 书写了巾帼不让须眉的美丽篇章 会议强调 全市广大妇女要听党话 跟党走 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头脑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要力远至 勇担当 把个人理想追求 与改革发展大局紧密联系起来 充分发挥女性敏锐坚韧 细腻认真 责任心强的独特优势 爱港敬业 创先争优 正当新时代金国建功的实践者 奋进者 要养美德 欲新风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创建 弘扬家庭美德 传承清正家风 带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会议要求 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妇联组织的领导 大力支持妇女事业发展 为广大妇女参与扇头建设发展 创造条件 提供保障 各级妇联组织要增强工作的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 主动联系服务妇女 加强自身建设 号召社会各界保障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共同营造党政领导 妇联协同 各方参与推动妇女事业发展的良好局面 为扇头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 贡献半边天力量 会议为荣获2020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的 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姚璇秋 以及全国省文明家庭代表颁发证书 获全国金国文明港和广东省三八红旗手 称号的先进集体个人代表在大会上做发言 市领导邱一辉 徐宗玲 林小勇 蔡佩农 蔡荣参加会议 我是广大妇女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 贡献智慧 施展才华 有限出一大批美丽女性 特别是在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等工作中 女性医务工作者 社区干部 志愿者 企业员工 一无反顾 逆行而上 书写了经国不让须眉的美丽新篇章 当前 汕头发展正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面对新征程 我是广大娘子军表示 将以主人翁姿态投身汕头改革发展实践 勇敢追梦 定义自己的人生 今天出的这些三百年纪彩 这些是非常光荣 这是十多极丽的革命的机会 今年是很简单 值百周年 我们将听党话 跟党走 继续围绕小公园历史文化阶级开展资源服务 继续做文明风扇的倡导子 服务广大市民游客 我们会以这个荣誉作为新起点 为广大妇女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带动更多的妇女在她的岗位上面 创作更好的个人辉煌 为咱们汕头特区经济发展 建设咱们经国力量 作为一名奋斗在医疗一线的一位女战士 我将继续力足于我的本职工作 坚守我的初心 然后在工作中发挥我们女性特有的优势 争取服务好每一个病人 给每一个病人就是说带来健康和希望 打击犯罪是我的天子 但我更希望能与女性特有的坚毅和柔情 让每个误入歧途的吸毒人员 存违法犯罪的毒海中 百度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来 我们要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 做文明风扇的倡导者 做敢于追悟的奋斗者 海上风电是我国终点发展的新能源产业之一 全国两会上 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张传卫 聚焦越东地区海上风电产业发展 为推动广东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建言宪策 这将有力地推动我市海上风电产业 加快创新发展 目前全国两会正进入审查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钢要草案的日程 规划钢要草案中提出推进广东 福建浙江等五大海上风电基地建设 根据2017至2030广东省海上风电发展规划 汕头近海深水区风电规划装机容量 达3350万千瓦 约占全省的56% 是整个越东区域规划的67% 具备大范围连片开发的优势 张传卫认为 越东地区特别是汕头海上风电丙富优异 开发价值高于全省其他区域 构建以海上风电大型整机 海工装备 海水自清装备 一批重大装备构建新的产业集群 可以说在越东海上实现一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 路上实现一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 形成新的绿色低碳的产业新支柱和经济新体系 对于广东实现碳中和和碳大风目标 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 作为越东区域科教中心 汕头拥有汕头大学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等 具有相当科研能力的高效 可为海上风电基地建设 提供充足的科研力量支撑 我是1146工程提出 打造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 和一千亿元级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 作为新兴产业的顶梁柱 全面提升汕头海上风电产业能级 激活沿海经济发展动能 推动绿色能源蓝色崛起 张传卫认为 十四五期间 要进一步加快推进海上风电等新能源产业发展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的推动力 十四五是我国碳减排 碳搭风的关键时期 我认为十四五期间 要大力鼓励和推动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中国作为全球 可再生能源的制造大国和利用大国 加快推进碳中和进程 对全球移情后经济的服输具有重大的推动力 人大代表的建议 紧密呼应了国家新能源战略的发展方向 我们感觉倍感鼓舞 也是信心百倍 今天上午 施政协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对施政协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施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谢德生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要切实增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奋力书写正写答卷 要坚持学史名理 学史增信 学史重德 学史例行 突出学党史物思想 办实事 开心局 高质量高标准的 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要围绕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 坚持学习党史与学习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相贯通 并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宣传活动 要将学习教育 与今年的履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组织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把党史学习教育 激发出来的巨大热情 转化为围绕中心 助推发展的强大动力 以实际行动 践行初心使命 奋力为推动新时代 汕头改革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 要加强组织领导 压实政治责任 周密部署安排 精心组织实施 注重融入日常 抓住经常 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推进 以更加优异的成绩 迎接建党100周年 3月7号晚 市委宣传部召开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第一次全体会议 集中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等 有关学习内容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 有关重要论述精神 会议强调 市委宣传部 作为党委部门 政治机关 要带头学习 用心学习 深入学习 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的 各项要求 落到实处 在全市宣传系统 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要主动积极 精心策划 重点围绕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主题 和庆祝 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主线 认真开展好 各项教育实践活动 要紧紧围绕 1加1加9工作部署 和1146工程 把党史蕴含的经验和智慧 转化为攻坚克难 干事创业的务实举措 不断激发履职尽责 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 要自觉承担起 举旗帜 聚民心 欲新人 新文化 展形象 使命任务 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 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干劲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和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 立足岗位 攻坚克难 全力推动 扇投各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取得新进展 新成效 龙虎区创新模式 将党史学习课 搬进星湖公园 通过生动活泼的开放式课堂 让党史学习教育 更具温度 更接地气 打通社区党员群众 党史学习教育 最后一公里 到春三月 春河景明 新湖公园 绿意盎然 今天上午 公园里传来阵阵动听的歌声 吸引了不少 正在散步休闲的市民 驻足聆听 原来 在龙虎区文联 区文明办 珠池街道党工委的组织下 我市的文艺工作者 在这里唱起了红歌 活动现场还有革命碑文超书作品展 书法家们现场为市民群众讲解碑文中那一段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 党校教授和党员干部代表 则与大家面对面 零距离交流党史学习心得和体会 这样还是比较 比较好吧 因为这样子大家都比较接地气 可以看到好多那个文艺 还有那个碑文什么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大家也可以了解历史 了解以前的 将党史学习课搬进公园 使党史学习不局限于一间活动室 一篇讲话稿 这种灵活有趣的开放式课堂 对不少参加学习的社区党人群众来说 都是头一字 以让他们受益匪浅 在那个我们市区的公园里面 学党课应该说这种形式是比较新的 让老百姓也能离解我们党的一个辉煌的历史 通过这种书法艺术来写这种革命这个红式的经典 这个呢非常接地气 龙湖区文联将积极突破创新 以艺术的形式为党员群众送上更具渗透力吸引力感染力的思想盛宴 激发大家学习党史的积极性 推动学习教育深入人心 希望下来能够提高我们在这方面的创作质量和创作水平 这种形式呢我们希望也能把它继续做下去 我们接到每一个市区都能享受到这种文化上的熏陶 接受这种革命的教育 展现山头良好形象传播山头好声音 两天来多家媒体关注我市全国人大代表屡职情况 不动产登记整改提校炼江整治等消息一起关注一下 网易新闻报道 在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黄炳章提交建议 呼吁支持越东汕头设立国家中医药文化传承中心和中药材集散中心 弘扬和传承中医传统文化为提升地方经济注入强大动力 广东广播电视台播发汕头昔日黑龙变清流 村民满心欢喜 报道朝阳区古饶镇西美村经过炼江流域综合整治攻坚 环境明显改善 村旁的古饶溪清流在线 搜狐新闻刊发 汕头市自然资源局优化营商环境出应招 不动产登记整改提校 报道去年以来 汕头市自然资源局先后三次对不动产登记这一名声热点 开展专项整顿教育 扎克客户端报道 日前 山头市创建办公布文明创建投诉热线电话 想方设法解决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难点问题 截至二月底 各类投诉半截率达93.6% 今天下午市交通秩序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召开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会议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申永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要认清形势 直面挑战 切实增强 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 紧迫感 要全面推进交通设施建设 突出抓好磨电源头整治 抓好重点风险防控和农村交通安全管理 抓好交通安全宣传 迅速掀起交通安全综合整治行动热潮 要统筹联动 强化考评 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细落实抓到位 各地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解决群众关注的道路拥堵 出行安全 交通环境 交通执法等问题 强化精细化管理服务 久久围攻 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会议还就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进机关活动做部署 团市委就志愿者服务活动 豪江区滨海街道就两站两园建设工作做经验汇报 市城管局朝阳区政府分别就共享电动车管理 事故预防工作表态发言 当前我市的城市面貌忍带脱胎换骨 整顿交通违法王章顾及和提升交通管理水平进入了攻坚期 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受到空前的重视 新天下午的会议就多了一个议程 启动交通安全宣传进机关活动 让广大公职人员率先垂犯 模范遵守交通法规 自觉做到文明出行 与此同时 一视同仁的林容忍 定期对恶意闯红灯 酒驾醉驾 屡次违反交通秩序的公职人员和车辆 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纪检监察机关 追究其责任 治乱象 保畅行 是人心所向 民心所愿 只有公职人员带头遵从法治 肃劳防线 守住底线 不越红线 整个社会才能培育出 信畏法律的法治精神 涵养出风轻气震的政治生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 对公职人员交通违法行为 一视同仁 零容忍 无疑就是一剂猛药 市存心慈善会 组织首批180多名义工志愿者 从今天开始 到京平区14个重点交通路口 开展交通携勤 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活动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提升城市文明形象 上午 义工志愿者们 一早就到各路口站岗 协助交警指挥书岛交通 引导行人遵守交通规则 并对行人闯红灯 不走斑马线等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劝导 加强屏风区的交通券 这对我们交警路面工作 是一个很大的充实和支持 下来还继续发动 桃江 龙湖 准备前面发动 赞四位各个参与 同时也无意 四位组织和日行人士 积极参与到这个行列 今天下午 市创建文明城市办公室领导小组 组织对我市 金平区 龙湖区 部分农贸市场 其周边的卫生环境 和交通秩序 进行专项检查 金平区共和市场的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 没有对顾客进行体温测量 市场四个出入口 没有采取防控措施 人员随意出入 市场内地面有散落垃圾 不少摊档经营者 没有佩戴口罩 市场内有人吸烟 有消防设施受损 公厕门口有水龙头 滴漏水 导致地面污水横流 公厕地面没有防滑处理 存在安全隐患 流动摊贩疏导区 堆放了杂物和垃圾桶 垃圾桶未加盖 地面有垃圾未及时清理 市场周边铺户江夏 没有落实三房措施 市场垃圾投放站的 垃圾桶未加盖 垃圾桶旁有垃圾落地 路旁的下水道口 堆积污泥散发臭味 市场通道口 停放了许多摩托车 号排为 月滴94855 月滴C3971 月滴HA527 月优GZ305 月滴96Y87 月滴EX263 月滴946Z6 月滴832S7 月滴YC563 月V6P831 月滴FN126等小汽车 在非化设停车区域 及进停区随意停放 市场后门附近 有多辆三轮垃圾装载车 占用摩托车位停放 附近堆放杂物 停放着月滴UL992的僵尸车 龙湖区诸和市场 东门周边摩托车 共享单车乱停放 垃圾桶未加盖 地面有污水 北侧铺面超出门店 站到经营 门前堆放杂物 门前三包未落实 周边人行不到 保洁不到位 地面散落部分垃圾 市场内垃圾未及时清理 垃圾桶未加盖 地面污水横流 熟食摊档 没有做好三房措施 摊档商品乱堆放 占道经营 诸和农贸输岛区 杂物乱堆放 周边摩托车 单车乱停放 市妇产医院周边 存在违法停车现象 不少车辆占用盲道停车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检查组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 快速落实整改 强化农贸市场 及周边环境的巡查管理 落实落细疫情防控 和卫生保洁工作 提高市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切实提升城市文明形象 今年是我是医德医疯建设年 记者从事卫健局日前召开的 全市医德医疯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今年我是医疗系统将扎实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 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 通过暖心服务 用爱沟通 医德医疯建设年专项行动 持续推进反腐畅联工作 坚决打赢高标准建设 医德医疯攻坚战 今年上午 第三届亚青会 汕头市职委会 举办以欢聚亚青 《魅力由你》为主题的庆祝活动 邀请专业人士 为职委会女性干部职工和志愿者 开展美容化妆互动讲座 分享社交礼仪 形象妆容等方面的知识和实用技巧 激发大家以饱满的热情 良好的精神状态 为亚青筹备工作贡献力量 亚青会马上到来了 我觉得说每个人 都能有精力的一个行为 觉得形象礼仪特别重要 也祝他们节日快乐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您关注汕头新闻 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我们明晚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